第二天一大早,树亚男与明珠正享受着雅峰楼精美的苏式早点,一个男子突然坐到了桌子对面。 树亚男一抬头,不由一声轻呼,是你,是我。 云香浅浅一笑,墨爷手下一个跑腿的蠢货,装个捕快都不像的蠢货。 树亚男不由自主就想起了与面前这个小骗子的那次邂逅,忍不住扑斥一笑,调侃道,这次准备办了什么? 云香悠然笑道,秀才,秀才。 树亚男有些莫名其妙,没错,就像那张秀才一样。 云香故作神秘的压低声音道,我也有一张藏宝图,比那张秀才的便宜些,只要一千两银子。 怎样?有没有兴趣? 树亚男脸上露出警惕的表情,正色道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不知道?你不是准备买下张秀才的藏宝图吗? 云香调侃道,这种藏宝图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,最便宜的只要几文钱一张。 见树亚男面色不变,云香有些惊讶,怎么? 你还真相信有藏宝图? 真想跟那张秀才合作。 对不起,你已经影响了我的胃口。 树亚男端起面前的燕窝粥,冷冰冰递下了逐客令。 云香惋惜地摇着头起身就走,一旁的明珠目送着云香远去的背影, 瞧瞧拉拉舒亚男的衣袖问,这人是谁呀? 一个不入流的小骗子。 舒亚男专心享受起自己的燕窝粥,头也不抬地打道。 骗子? 明珠眼中满是怀疑,遥望云香远去的背影,她眼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情愫,她若是个骗子,也一定是个最高明的骗子。 二人用完早点,双双离开了亚风楼。 刚离去不久,南宫豪就带着张静之兴冲冲而来。 亚风楼的家掌柜早就与南宫豪相识,一见他登门,连忙上前殷勤招呼。 那个张公子在吗? 替我通报一声,就说红韵赌方的南宫老板求见。 南宫豪敲着柜台,谈算着怎么开口请这个贵公子去赌几把,却见贾掌柜两手一摊,欠然道,张公子一早就携夫人游览西湖,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回不来。 南宫豪有些遗憾,随口问道,这张公子可有什么特别之处? 贾掌柜立刻道,张公子年少多金,为人豪爽,生活讲究,挥金如土。 南宫豪抬手打断了贾掌柜的话,我不是问这些。 你有没有发觉,张公子和他的夫人有什么与旁人不同的地方? 贾掌柜想了想,恍然点头道,对了,南宫老板这一说,我还真想起他们却有点与众不同。 你也知道,在美雅峰楼服务一流,客人的房间每天都有仆庸打扫,备入用具都是每天一换。 不过张公子夫妇自包下天字一号房后,却都是自己打扫房间,就是被褥等用具,也是他们自己送到门外,从不要蒲庸动手。 南宫豪皱眉,沉吟片刻,脸上渐渐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 如此说来,自从张公子夫妇抱下天字一号房后,你们就在没进过那房间? 贾掌柜想了想,犹豫道,好像是这样。 你有房间钥匙吧? 南宫好向贾掌柜伸出手,我借用片刻。 贾掌柜面露难色,最后还是从柜台下拿出钥匙,小声叮嘱道,你要尽快出来,若是让张公子夫妇撞见,那可就说不清楚了。 南宫豪没有理会贾掌柜的叮嘱,留下张静芝在楼下等候,自己兴冲冲就登上楼,看看左右无人,立刻开门而入。 天字一号房的窗户,原本正对西湖,可以看到西字湖最美的风光。 此刻几扇窗户却全部关得严严实实,房内显得有些幽暗。 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,一尘不染,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但南宫好却本能地感觉到,这房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小心翼翼地来到里面的睡房,房中弥漫着女孩子闺房那特有心香,南宫好目光四下一扫,立刻被一串晶莹的珍珠手链吸引。 手链随意扔在床头,在暗红色丝绒被的衬托下,静静地散发着晶莹剔透的微光。 南宫好拿起来看了看,认的是扶桑出产的冬珠。 这种珍珠硕大晶莹,产自深海,价格昂贵,像这样一串冬珠手链,至少值一千两,就这样随随便便扔在床上,真让人吃惊。 不过南宫好并不是小偷,心中虽然奇怪,却还是将手链放回了原处。 抬头见对面的衣柜没有观言,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顶住了柜门,他好奇地上前打开一看,不禁惊讶地瞪大了双眼。 衣柜内没有衣衫,只有一个一尺高矮的木质机械,像是压制什么东西的模具。 模具中央是一个圆形的小坑,一颗硕大的冬珠正静静地躺在坑内。 衣柜内还散落着一些冬珠,颗颗晶莹剔透,大小相同。 南宫好拿起一颗,入手圆润光滑,跟真正的冬珠没有任何区别。 除了冬珠,柜子里还有些白色的粉末,用手指黏黏,有些像是珍珠粉。 你在干什么?谁让你进来的? 身后一声愤怒的呵斥,将南宫好吓得一跳,回头一看,就见一个头戴金冠的年轻公子正怒视着自己, 另一个女子则吓得躲在他身后,眼里满是惊恐。 注意到对方病发下的疤痕,南宫好立刻就猜到他是谁,不禁笑道,原来是张公子,幸会幸会。 你是谁?是怎么进来的?张公子双拳紧握,目光几欲杀人,但在南宫好从容不迫的注视下,却不敢轻举妄动。 南宫好没有理会对方的质问,却举起手中的珠子,冷笑道,我想向张公子请教,这是什么东西? 张公子立刻就泄了气,心虚地避开南宫好咄咄逼人的目光,吞吞吐吐吐地答道,只是,只是几颗珍珠,你若喜欢,尽可全部拿去。 这真是珍珠。 南宫好一声冷笑,立不示郎张大人的公子,装得还真像,要不要我去知府衙门,请留大人过来拜见一下张公子。 别。张公子顿时慌了手脚,求兄台高抬贵手,我愿把这些珍珠都送给兄台。 这真是珍珠。南宫好一声立鹤,老实坦白,若有半句虚言,我就送你俩去大牢过下半辈子。 张公子胆怯地望着南宫好,气气爱爱地道,这些,这些珍珠,是贝壳粉做成,不过跟真正的珍珠几乎没有两样。 常人绝对分不清真假。 南宫好再次仔细看了看手中的珠子,不禁暗自佩服,至少他就分不清真假。 打开窗户,对着天光照看着珠子,他冷冷问,怎么做的? 张公子念如刀,先将贝壳磨成粉末,然后掺入一种特质的药水,再用模具压成珠子,磨光,晾干后,就成了。 我这套模具一天能做十颗珠子,每颗能卖八十两银子,一天就是八百两,十五天就能弄到,说到这张公子突然住了口,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言。 十五天能弄到一万多两,就可以去发掘蒙古国师八四八的陵墓了。 南宫好忍不住哈哈大笑,没有什么陵墓,也没有任何宝藏或武功秘籍,收起你那天真的幻想吧。 南宫好说着,将手中珠子一扬,这个我拿走,你待在这里别动,我随时会来找你。 说完南宫好大不下的楼来,将手中的珠子交给张静芝,吩咐道,将这颗冬珠拿去金玉楼卖给他们,八十两,少一个则都免谈。 张静芝有些疑惑,却也不敢多问,立刻拿上珠子如飞而去。